我们接下来要介绍的是 有关于板块运动的一些相关的重点 那这部分主要都集中在高一教材 请参考新关键讲义的主题是七 有些内容我们在之前 关于地球的内部结构跟震时地震 已经介绍过的我们就先省略 那我们这边纯粹针对三个重点 帮各位整理 第一个是板块学说的历史严格 包括大陆漂移说 海底扩张说 一直到板块构造说 第二个是关于岩浆与火山的部分 那这部分主要是针对 跟板块运动相关的一些火山活动 分布情况 最后一个要介绍三种板块边界 聚合张列错动边界 它的地质特征 跟一些考试的重点整理 整体来说 我们今天 关于板块运动 主要介绍的是地球的内部盈利作用 那呈现在外在上 我们容易观察得到的 一个是造山运动形成的 各种地壳变动现象 包括像断层 折皱 这些特征 另外一个就是岩浆活动 来自于地下的高温 或者是因为板块之间的运动 使得岩石融融 形成岩浆 那一旦它比周围的岩石密度低 就有机会上涌 甚至于喷出地表 形成火山 那这些 这些都是我们会跟各位介绍的内容 当然有一部分会牵涉到地球的结构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 板块学说的历史原格 那基本上以板块学说的历史 一般我们从1912年 维格纳提出的大陆飘移说 当时注意到的是 陆地的一些证据资料 那主张这些 目前的大陆 我们在地表参加一些大的陆块 曾经一度拼接在一起 换句话说 这些陆地是会产生 在地球表面产生水平移动的现象 有时候会靠在一起 有时候会分离 到了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那针对海洋进行了很多的探测 所以大概在1962年代 那就 西元1962年 就提出海底扩张书 那比较特别的是 这些学说本身都没有互相抵触 海底扩张书只要针对一些海洋的证据 那进一步希望能够帮大陆飘移说 解决动力的问题 但这两个学说最后都没有成功 而是由板块学说 融合了大陆飘移跟海底扩张的所有证据 然后提出软流圈 延时圈 板块的概念 比较完美的解决了 关于板块运动的动力 同时也就是大陆飘移说 跟海底扩张说的一些事实或现象 可以得到比较完整的一个解释 所以我们现在一律就是用板块构造学说 来整理有关于这些地球内部盈利 所造成的各种板块运动 以及各种地质界的现象 这个理论内容跟证据 讲义里面做了非常清楚 清楚而重要的整理 首先第一个是大陆飘移说 学者浏览一下就可以了 年代也是如此 这个是在大概在一次大战期间 那当时的学说内容主张 我们现在看到了各大路快 即使彼此奔离 但曾经在两亿多年间 是拼在一起的 称之为盘古大陆 然后证明这些路快 曾经拼合在一起 除了从表面上 大西洋两侧的陆地 曾经彼此牵合之外 更重要是有一些路快的特征 它具有一致性或连贯性 那可以把它往回 配回两亿多年前的盘古大陆 整个大陆快的形态 那其中最重要的证据包括化石 这边所谓的化石 通常指的是陆生的化石 陆生的哦 就是它盆经陆地 只能在陆地上生活的这些物种 那它的化石带 拼合以后会呈现连续分布 另外有一些构造 也都是陆地的一些沿层 沿脉这些构造 还有古气候的证据 古气候证据主要是冰川遗迹 冰川的遗迹 就是古代的冰川遗迹 像冰气石 还有冰川的一些刮痕等等 冰川的遗迹 另外一个就是热带沼泽 热带沼泽的证据 然后热带沼泽的证据 譬如像一些 植物的化石等等 好 那我们这些 这些基本上的共同特征 所有的证据 都是陆地上的证据 因为它要证实的是 这些陆块 现在分离分隔大海 但曾经在两亿多年前 是聚在一起的 但是它没有办法合理解释 为什么这些陆块 能够在水平方向进行移动 没有办法解决动力问题 所以后来到了1950年代 就慢慢被人们所淡忘或忽视了 那一直到后来海底扩张说提出 那海底扩张说 这个海斯这些学者也是参考一下就好了 这被我切到了 海斯在1962年代 那它主要的证据 它的主要证据是 海洋地壳 海洋地壳的相关证据 因为这个学说指出 海洋地壳是在中阳级的列骨来新生 然后向两侧 向两侧逐渐扩张 并且推动陆块 最后会在海沟处 引漠回到地寒 所以它的所有证据 都集中在中阳级跟海洋地壳的部分 那中阳级既然是板块 就海洋地壳新生的中心点 因此它向两侧会呈现一些对称 包括岩石年代 越远离中阳级 海洋地壳会越老的对称模式 沉积物的厚度 中阳级是最新的嘛 所以它的地壳上的沉积物 应该最薄 几乎没有 而越远离中阳级 越靠近海沟 它存在的时间越久 所以沉积物就会逐渐变后 逐渐变后 所以它也是以中阳级为中心 向两侧逐渐变后 更重要的是所谓的地磁造转记录 好,我们来看一下海底扩张说 有关于地磁道转记录的几个重点 第一个重点是 目前地球磁场的成因 我们主要采取这一种解释模式 就是外合是高温 液态的金属铁链 这我们在介绍地球内部组成的时候 曾经提过 根据目前实验室的研究 加上我们对地球内部温压的推测 还有陨石的这些证据 我们认为内核 内核主要是铁内过程 而S波无法在 对不起,地核是铁内过程 然后S波无法在外核流动 传播 所以我们认为外核是一个液态的 液态的组成 那这些液态金属解 它在流动过程会产生电流的效应 而感应是所谓的地球磁场 那各位可以利用安培右手定则 那如果我们把四根手指头 当作电流方向 四根手指头当作电流方向 那么磁场的N级 S级就可以画得出来 目前来说 跟目前磁场同向 这就是目前的状况来说 我们地球内部的电流 大致上是呈现东往西旋转的效应 所以它的北 地球内部假想于块大磁铁的N级 就会朝着南方 那地表上面 地理位置这边是南级 这边是北级 所以我们地球本身的自转 是由西向东转 而地球内部的电流方向 是跟我们地球自转是颠倒的情况 那如果用右手定则 我们就可以知道 地球内部的N级 应该是造成我们目前看到的磁场的结果 磁南大致 磁南大致在地球的南方 磁北在地球北方 当然有一个偏差 但概念上来说的话 我们目前的磁场是长这样子 所以用内核的电流磁效应 解释磁场 我们可以简化成这样的模式 那只要我们看到 看到海洋地壳是同年代形成的 同样的磁性年代形成的 那它应该是带着相同的磁性 但根据实际上观测的结果 根据实际观测结果 通常请各位看 这图的最下面的位置 现在的海洋地壳根据观测 它并不是每一个位置的海洋地壳 都呈现相同的磁性 而是有些年代会跟现在是相反的结果 那以这个相反结果来看的话 我们可以用右手一样 就是如果我们电流流向 跟现在的地球自转方向一致的话 那一样你的大母哥 如果用这个方式来比的话 四根手指头代表电流方向 N级就变成在北方 N级变成在北方 那跟现在的磁场方向是反向的 那我们就反磁场时期 那可以想正磁起跟反磁起就好了 我们发现现在海洋地壳侦测结果 大致以中央脊为中心 向两侧呈现正反正反的对称分布 重点是它并不是同一个年代形成的海洋地壳 磁场记录的方向正向与反向 也会出现以中央脊呈现对称的模式 那每一段时间长度不一定一样 比如说上一次反转 从负变症的时候 你现在已经有700百万年 大概70万年前 那它有时候会隔几万年 有时候隔几十万年 甚至间隔百万年 会出现一次反转的现象 那目前所知道的地磁倒转 并没有所谓固定的时候 其实平均下来 可以得到一个平均值而已 等一下我们再来做题目的练习 那这张图在解释 如果当时 如果当时地磁的方向跟现在相反 比如说400万年前 当时的磁场方向 跟现在的方向相反 它就会在沿浆流出来之后 形成新的海洋地壳 固结后 留下当时的磁场 是跟现在反向的记录 然后之后 大概在300万年前左右 当时的磁场方向是正磁级 跟现在一致的 它就会在B 这个代号B的位置 这段时间 留下正向的记录 依次慢慢形成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模式 所以概念上就要清楚的是 地球的海洋地壳 是由玄武岩岩浆形成 然后它会留在冷却过程 把当时的地磁地录留下来 等它整个固化之后 冷却之后 那就不会再改变了 所以它就可以把古代的地磁记录 保存在海洋地壳里面 而我们看到这样的地磁 不断出现正反正反 倒转的现象 而且以中阳脊为中心 而且以中阳脊为中心 所以像这边 有进一步去描述 这张这些图形的概念 那各位就把它阅读一下 并且把相关的 历界实体做一做 所以透过这些磁场 海洋地壳的磁性记录 或者是沉积物的分布 或者是延时年龄的分布 都可以发现 中阳脊是一个对称的中心 所以海底扩张说 就这样提出这样的论点 当然它当时也是主张 这个扩张过程 不但可以形成新的海洋地壳 比如像形成大西洋 而在这个过程 甚至把南美洲跟非洲推开 但是这个力量很显然 也是不足以造成整个陆地 海洋 不管是飘移还是扩张 所以很快的 在1965年之后 就被板块学所取代了 各位应该还记得板块 板块就是构成 延时圈这些块体 它是涵盖了地壳 跟一部分的上部地含物质 然后底下才是软流圈 所以一直到提出板块的概念 并且用软流圈的热对流 才有效地解决动力的问题 因此这两个理论 最后都被板块学说涵盖在一起了 好 以上就是关于大陆飘移到海底扩张的 这些科学发展史的内容 因为这一些证据资料 也都可以用板块理论去解释 并不是推翻 而是把它涵盖起来 所以这些知识内容 各位还是要收读 因为它们其实通通算是板块学说的证据 或用板块学说可以解释的现象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有关这一些地球 板块学说的 包括大陆飘移海底国道的一些历节试题 首先看这道考题 这道考题基本上很简单 问中阳级到海购的年龄分布 按照海底扩张说就足以回答 中阳级应该是最新的 越往海购会越老 所以答案选第二个 这道考题 这考题相对之下就有一点挑战性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他问的是中阳级两边海床 相对于中阳级的平均速率 约每年多少公分 那速率的计算 一律都是用距离或位移 用距离就好了 除以时间 那以这张图来说 重点是中阳级是新的岩浆涌出的位置 使得海床向两侧缓慢的移动 然后他说各取 中阳级两边各取100公里的范围 换句话说 这段距离是100公里 这段也是100公里 但是计算速率 因为两边是同时在往外扩张的 所以我们只要算单边就好了 单边就好了 那图上的数据最久 是画到400万年 所以这个时间就放400万年 那10的6次方年 而距离的部分只算单边就好了 因为两边是同时在进行速率 差不多的情况下 那应该是把100公里放在分母就好了 1公里是10的3次方公尺 那1公尺是100公分 所以是乘以10的5次方公分 1公里相当于10的5次方公分 所以我们把这个零先消光 就剩下4分之10 2分之5 大概就是2.5左右 公分除以10的5次方向 所以答案就选第4个 接着这一题 是同学会比较障碍的 如果有用磁针去指示方向 应该每隔多少年反转一次 那其实每一次反转 每一次正向与反向 时间差异是很大的 图形当中有告诉我们 什么颜色代表跟现在相反 什么颜色代表跟相同 真实考题是黑白的 但就算它没给你要知道 现代的一定是正 所以这些套有颜色都是正 而白色的部分就是反 好 这个一样算单边就好了 只算单边 因为两边是同时在进行大致对称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 这每一条线从400万年来 当时是负的变成正的 这个交界线就是一个反转 然后正的要变成负的 又是一个反转 所以你可以画 1 2 3 4 5 6 7 8 大概9次 400万年大概有9次 所以一次大概要花40万年平均来讲 用这种方式大致推估 多久会反转一次 因为在这个400万年中 大概有9次 正变反一次 反变正又一次 大概有这样的变化 所以我们当作10次左右 大概一次要40万年平均 好 接下来这道考题 是综合了物理的知识 150万年前电流的总方向应该最接近何者 那这边150就等于1.5 查到1.5百万年 就是150万年前 当时地球的磁场是反磁的 是跟现在相反的磁级 那现在的情况是 小象一块大磁级 N字朝下的 这是现在的情况 而当时是反磁级 所以应该是N字朝上 跟现在就是颠倒的 所以1.5百万年前 应该呈现这个模式 那这个要产生这种效果的磁场 请各位把右手拿出来 四根手指头 代表的旋转方向 就是电流的方向 而大拇指指向上方 所以必须大拇指向上方 代表当时的N级 因此电流应该是这样子旋转的 这样子旋转就能游西向东 也就是跟现在地球自转是相同的 好 这是有关于海底扩张说的 地磁道转证据的考题